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现在我们是在日本的东京 现场直播第32届 下期奥运会的开幕式 Kuma-san 我是一个非常热爱冷气的人 夏天的时候如果没有冷气 我会变得很烦躁 所以当我知道 你的新国立竞技场 没有装冷气的时候 我可能会忍不住 求你装冷气 这个事情已经过了很多年了 你现在会想要 把冷气装上去吗 いやいや 僕自身が 閉じた部屋の中で エアコンで あんまり冷えすぎるの あんま好きじゃないので 僕が風に吹かれてるのが好きなんで だからここでも テラスが広くあって だから今でも 国立竞技場は エアコンをつけないと よかったなと思ってますけどね 所以現在重新设计一次新国立竞技場 还是不装冷气 一般的民众 他们看到的每一个体育馆 可能都无法分辨 优劣或者是品味 得到了这个机会 很难抵抗 不让他变成一个巨大的炫耀自身存在的标志性的建筑物 魏延屋没有这样做 他做了一个平淡的东西 我多年来的工作习惯 只要是我訪問的对象 我都把他们想成是恶魔 我不会因为这个人在台上很美丽 或者是平常演戏的时候都笑咪咪 我就会假设这是一个容易访问的人 你只有先把对方都想成是恶魔 你才会自己好好准备 全副武装的上阵 那结果对方是天使 你也很庆幸 可是如果对方真的是恶魔 你也有办法跟他好好的决斗一场 建筑师这样子的人 未必是把建筑物当成是作品 我们判断的标准 大概就是这个人在做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有没有想要留下签名 如果他做完一个东西 就会有一个欲望 要让见到的人用到的人都认得出来 那就是他的签名 那那就是作品 相对而言魏延屋在建筑师里面 就有兴趣留下签名 然后那个签名是让你觉得 他有在乎我们这个地方的人 我们这个地方的竹子 我们这个地方的木材 我看见了 然后我没有想到 我们这个地方的木材 能够被用在高楼大厦 他用了 那这些都是他的签名 以及他的企图 以及你所感受到你们的连结 这会使得一个建筑师特别 最大的 是的 慧延屋最大的作品 对 这个是我们应该是公司里面 规模最大的 然后应该也是 知名度最高的一个作品之一了 以一般的民众他们对于体育场的观念 他们看到的每一个体育馆可能都无法分辨优劣或者是品味 他们就觉得体育馆都长这样 是的 是的 所以慧延屋的体育馆要怎么样让人觉得一眼看过去会看得出它的特色 就是一般的体育馆它可能会更强调的是说体育馆本身长的什么形状啊形态有曲线啊或者是起伏的这种 但是我们这边设计体育场的话它的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这个地方哪怕没有赛事的时候 然后周末的话然后人们也能来这边散散步啊 然后去带带孩子啊家里面一起来这边逛一逛 然后包括像上面的这些地方有很多的绿色的植被 我们希望就是不是仅仅做一个体育场吧 希望能做一个像公园一样的地方 然后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也能让大家去来感受这个体育场吧 相当于 我们两个人做一个成功的 我们在这里看见了 我们在这里看见了 我们是参加了 我们是参加了 哦,是你的意志是想要被困在书类的? 是的,我只要有很多书类的书类,所以它一直在刺激。 我明白。 他的办公室非常小,小到他在里面我就进不去。 你就想像是一个电话亭就可以了。 我有问了他,他说他喜欢被很小的空间包围着。 某个程度我也可以理解,也可以帮助一个人专心做他的事情。 可是对于一个曾经盖过这么多气派奢华的办公室的人而言, 他喜欢这么小的,而且杂乱的空间我认为是非常有趣的事。 对我也很安慰,因为我也很喜欢杂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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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